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金本436页。 436页,从第二号开始,我们先念联手集字,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即慈观,长远长展阳,无垢清净观。 我们从这里开始研究,这里就是解释观世音菩萨这个观,这个观呢,就, 由观世音菩萨来讲,这个观世包括佛家所讲的教理啊,全部在内。 佛家的教理,就是天台中所讲的,空甲中三地三观。 这个敌是什么呢?敌就是那个四地法,那个敌啊,这个讲那个俗观的这个法,观是能观的心。 就是,就天台中来讲,一法三地,讲一个法就是分成三个地,三个俗观的这个,这个法来讲。 观是观是一心三观,一心三观,一心中的智慧,来观素观的这个三地。 那就是说,那就是说,天台中讲,学佛就是用能观的心,能观的心就是这个心里发出这个智慧,来观一切的境界。 是指向,是将这个三地三观。 这个正体的讲就是空甲中。 俗观的三谛 谛是简单的讲 空价中 空价中 那么观空的时候 对经文开头就讲真观 真观是空观 这个清净观就是甲观 广大智慧观就是中观 空价中 观力就是那个三谛 那么后面叫悲观 慈观 那么这个悲观慈观呢 就把这个中观 官呐 这个 到了旧间的圆满地的时候 成佛了 就是 这个 那就是 同体大悲 无缘 大思 那佛的这个境界了 我们今天就叫这个 无重观 这个 真观呢 就是空观了 空观 我们学佛的人都 常常从经典里面都学到了 真观是空观是一切皆空啊 但是 但是一切皆空 很难了解 我们 这个 分析一下 一切是包含 哪些啊 我们每个人的本身 我们的这个 众神的本身来讲 本身呢 我们这个 生理的组织 心理的 这个结合 身心呢 你说我们这个身心是空的 一般人呢 很难了解 再说 社会的人群的 各种的这个 这个组织 有政治式的 有这个民间的团体 这就是人的组织啊 你说是不是空的呢 也很难了解 至于讲到 山河 大地 这个日月星辰 一直为这个虚空 都是空的 所以这个 就这些现象来讲 说是一切皆空啊 分析起来 哪这些现象 一般人就很难 很难了解了 明明是有 有这些现象 你怎么说是空的 没有呢 就是难就难在这里 这个 这个根据 龙树菩萨 写这一首极字啊 前两句就说 音乐俗生法 我说就是空 那么要了解 那么要了解 真空的这个 真观 要了解空观 这个意思 所观的境界呀 龙树菩萨这个 这个四九阶子啊 就叫那个四地法 苦极灭道四地法 苦极灭道四地法 前面是苦极 讲这些法呢 总体的讲 就是音乐俗生法 音乐 什么是音乐呢 就当我们这个人的 我们这个人来讲嘛 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啊 我们这个生理部分 有地水活风 这个四大种 心理方面 分开来讲 受想心识 就是感受 想 就叫思想的想 行 这个这个 流行的那个 这个这个 在那不动 不变的 在那个 没有 没有 这个 停住的意思 时 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 这个时 心理方面 受想心识 那个 生理就是 地水活风 这个都是 把这些 生理的 心理的 然后啊 才 合起来 音乐 合合 合合 就是这个合子啊 合才能合啊 不合 四大分离了 这个 音乐不合的时候 身体与种种病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 合合 这个 音乐合合啊 才有我们 众生的这个 这个 现象 或者呢 有 众生的 生命在这里 你分析起来呢 地水活风 地也会再分 水也会再分析 活 风 都会再分析啊 心理方面 受想心识 还可以再 再分析 分析的 越详细 那里的 越多 地水活风 色受想心 是 合在一起的呀 叫 五云 合合 五云 合合就是 那时候 有我们这个 叫做 一合相 就是我们人的 生命 分析来的 每一云 每一云 就代表这个 色 四大 就是色法了 色是一个法 这个 受想心识 也都是法 那么你一合相 这个 生命 这个 五云 合合起来 这个生命 是 是个我 分开来 都是法了 那么这些法 也 每一个法 分得 越读 越详细 读得很 我们 我们凡复中生 不学佛的人 他连这个 五云 合合的 这个 假的 我相 这是我相 啊 制作于我 你叫他 无我 他不了解 不承认 讲到这个 法 每一个法 他跟不了解 所以在 凡复中生呢 有我 制 有法 制 我 制作我 这个 这个假 我 当作 真的 我 法 制 就 就 制作 那个 那个 假 法 当作 真 法 所以 凡复中生 在六道里面 生死 轮回 啊 就是 我 制 不肯放弃 啊 所以 这又 生死不断 的啊 除了六道 的时候的 还有 法制 法制 不肯放弃 的话 就不能够成佛 所以 叫 那个 解释 现解释 空管 要把空管呢 解释 清楚 要 叫 普通人 都能够 觉悟 觉悟 这个 一切的我 一切的假我 都是音乐 和和的 法 也是音乐 和和的 所以龙叔菩萨 那个 司徒接着讲 音乐 所生 法 我 说 即是 空 我们 对于 世间的 万法 包括 我们 本人 本身 在内 境界 转不过来 明明是有 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 这都是 音乐 所成的 音乐 和和 才有个 假象 音乐 不和和 这就散了 没有 这个 假象 就 这个 假象 来讲 这 假象 都是 音乐 和和 来的 空 啊 要了解 真空的话 不能够了解 真空 在理论上 这个 这个知见 不能转过来 你这么用功夫 能够震到 正如本心啊 正如本心 是 真空啊 所以是 龙师父在 开头 讲 音乐 所成 啊 逼得 要了解 这是 一切 假象 就是音乐 来的 你能 悟到 这个音乐呢 音乐 有 有 聚 有 散 我们人 就是 生命 现象 社会 的 一些 组织 山 大地 一切 都是 音乐 生出这个 假象 把这个 假象 当真的 那就是 我执 法执 那生死 不得了啊 那怎么了 所以 在这上面有五啊 正观 这两个字 那么 正 正观 为什么 空观呢 就是我们 凡复 众生 人家 不认真啊 就不是 假我 这个 假象 当作 我 那么 因缘 俗胜的 这个我 他当 真的 真我 这就叫做 桌象 做了 这个 假象 做了 假象 是 真啊 就不认真了 能够 认 真 这个 再用 这个 观的 方法 把假的 东西啊 把它 否定了 把它 关 关掉了 然后 就是 得的 真 这个真是我们自己本有的了 真心的 这个 修小胜的 神木远就用功夫 他 功夫用成功了 就断 建思活 建思活就是 法国中生呢 人家不认真啊 但是要 断建思活 先断建活 然后断思活 建活到了以后 断思活的时候 那就难了 天上人家 七番生死 世界遥远 那么 释迦牟尼佛有个特别法门 那就是要 叫我们 修佛的人啊 断思 断建活 不然说 一次就能 一次就能断了 那个 也是 过去是 修啊 修到 这一次 一次断的 似乎 七番生死 到天上人家 人家的寿命短 天上的寿命长啊 七番来往 时间都不长啊 所以有个特别法 那就是啊 那就是啊 学佛的人啊 要 往生到 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华弥陀佛界里有根据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七日 七日啊 就能断活的 这是 大佛七的一个根据啊 现在有人不了解 他自作宗明 大佛一 大佛二 大佛三 那你没有根据啊 这是根据 大佛七 就是在 没有人注尼 倒下去 但是功夫不好呢 没有断尖死活啊 他能够把这个尖死活扶得住 让他不及现行 在大佛七的时候能够扶得住 佛七以外平常 也用的功夫啊 能够把这个尖死活扶得住 这就是复活 平常佛活有功夫 到灵敏中的时候 需要有了住年 这也一定能够往生 所以在这里了解这个道理啊 这个最快的办法 那就发便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那都是一身就成佛了 那快得很大 就是没有到 还没有往生的时候 平常你这个念佛啊 在大佛七的时候念佛 不是大佛七的时候 平常这个念佛 平常念佛或者出生念念佛 或者是末念 或者甚至于义佛 这都是念佛了 当年念佛的时候 一念相应 一念相应一念佛了 在这一念之中 相应的时候 自己能念的心 与所念的佛 能够相应了 就在相应这个一念之中 你就是佛的境界 你想想看 这个法门多么高啊 这个一念相应 更注重在当前的一念啊 这一念 这一念跟佛相应了 就在这一念之中 就是佛的境界 你看看 这境界多么高啊 要注意的就是 就把这一念啊 平常这个念头啊 都能够继续 继续不断 就大师之菩萨 念佛愿通章里面讲 静念相继 要点就在此 所以我们 学到这一章 这一句的时候 就知道啊 这个一念相应的这个境界 是佛的境界啊 佛这个境界 不但没有种种的灾难 没有种种的这个 这个病苦 生死也没有啊 佛还有什么生死啊 要知道这个 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功用啊 那么就是我们在世间 遇到任何的那个地 苦地 基地 苦地是苦恼无边的呀 能够感受到一切都是苦的时候啊 就用这个经验相继的办法 那就苦 一切苦都能够转变了 到最后 生死就是这样的转法 清净观 清净观 清净观就是假观 前面叫真观 一些音乐俗生法 你了解了 不知说假法就得到真心了 真观就得到真心了 那很容易懂 假观呢 更难懂 而且这境界呀 更难转变过来 这个 假观是什么呢 也是啊 因缘俗生的一切假法 要这个观的时候啊 用这个 这个能观的心啊 来观这一切假法 那么说起来容易 你观怎么观法呢 很多这个 这些假法都是我们 现实的环境 比如说我们人的生命 这都是假的 那么要用中国来讲的话 把它看空了就好了 但是问题在哪里 看空容易 就不要吃了就容易啊 看假不容易 你还必得用这个身体 来学佛 佛菩萨到时间来 教化众生 他也要那个身体啊 来 这个 这个身体是假的不错 他没有这假的身体 他怎么到时间来 弘法立生呢 我们法目中生 没有身体 我们凭什么来学佛啊 假身体还不能不要啊 你要的身体 就是着香 不要身体又不行 这不是两难吗 我们本身 是如此 这个 社会人权的这些 各种组织 自古以来 没有政治 行吗 古说是 君主时代 现在民主时代 不过是君主时代 民主时代 政府还是需要的 民间的组织 各种行业 各种组织 他要 推行他的 这个 工作 没有这个 还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 自然界 这个山后大地 是我们重视的 一报 我们 在时间来 没有这个 山后大地 这个 这个环境 自然界的环境 我们 我们 没有 不能够存在了 问题难处在这里 要这个 了解 清净观 就是 了解 假观 就看 清净 这两个字 我们 凡复众生 离不开 这个 假象 你让他 这个 离开 假象是 办不到的事情 不离开 假象 那就是 着象 凡复众生 就是这样的 菩萨 佛 不必说 佛到 世间来 他要用这个 色神 用这个 假的身体 才能够 弘法 立身 但是呢 不执着 一执着 就是染了 就无染了 就被假象 无染了 佛菩萨 不执着 他 说法 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 观世间菩萨 到世间来 三十二婴 这都是 用这个 假法 三十二婴 三十二种身份 这都是象啊 他用这个象来 来 这个 救苦救难 但是他绝对不会 执着这个假象 他就是没有染的 没有染的 就是说 不被假象 污染了 这叫清净 我们 我们反复众生 就是前面所讲的 他没有不知效的了 一周效就 污染了 一污染了 那么 生死固然不能了 就是 就是求观世间菩萨 来救灾救难的时候啊 观世间菩萨 当时大慈大悲了 过来救啊 但是自己 被这家乡 污染的 很厉害的时候 那个都是感应 维护极为的呀 所以是 我们反复众生 要想感 感受到菩萨来应的时候 自己啊 不要做的假象 自己不做假象啊 就是 虽然没有得到清净啊 但是 距离清净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容易得到菩萨的感应 来进化的 这个 功夫好 用至成心 这个 不要那样的 这个 那样 把假象 执着的 不肯放弃的话 这个 容易得到菩萨 来救 来救 救灾救难的 不但能够 世间的小的 灾难啊 就是这个 地水火风 那些前面像那个 大山灾呀 也可以转变的 讲到究竟处 最大的灾难 就是生死 生死的灾难 这些都可以转 问题就是要自己啊 要学菩萨 要学佛 学这个清净 清净就是不做相的 经科经理里面讲 叫那个 无我相 无人相 无受者相 终身相 没有这四种相 这四种相还是 这个概括来讲 这四种相 分开来 还是无穷无尽的呀 那我们都 三无众生 要想得到菩萨 这种 这种的这个 无穷无尽的 人来感应的话 就要学着 从无无无人相 无受者相 无众生相 这个事情包裹一切的 那我们就说 对于在世间 一些假象呢 我们都不要受他的污染 就跟他清净了 学的清净啊 学清净 当下就受用 那么这个 学信徒法门 发现往生 极乐世界的话 平常有的功夫 到 到静命中的时候 往生没有问题 下面叫 广大智慧观 就是中观 空家中的中观 中观是叫 这就是深入一层了 清明讲空观 假清净的假观 这两种观呢 都是用智慧来观呢 比不上 广大智慧观 清明连种都 谈不上是广 也谈不上是大 这里讲广大智慧观呢 广是广到 无穷无尽的 大也是无穷无尽的 这种智慧 什么智慧 什么智慧叫做广大智慧呢 就是 大院经之 蒋尾诗 把八个诗啊 转成四种智慧 前五诗是 左诗 第六诗是 妙观察之 第七是平等性之 第八是根本的 大院经之 大院经是成佛了 成佛了 我们发布中人修心的时候 第六第七这两个诗 从这里开始 转世成之 转到 要成佛的时候 前面五诗 成俗作之 跟大院经之 同时啊 转成功 尾诗秦子讲 第六第七 阴中转 前五第八是 谷中远呢 这就只是 大院经之 成佛 这个智慧是 涵盖一切了 观世音墨沙 早就成佛了 他有这个大院经之 他早就 正到这个大院经之 了 那么 所以这个 广大智慧观 观世音墨沙 他能够寻神救苦 不是我们所想的呀 观世音墨沙 到处来 哪里有痛苦的身影呢 来救啊 观世音墨沙 观世音墨沙 这个大院经之 无所不在 只要众生 有求救的 因身 他也不需要 其他的动作 用他的智慧啊 一照 就明了了 有这种智慧 一照 什么都明了啊 学了老人过去就讲啊 三千大千世界 哪里下着某某雨啊 佛就知道 观世音墨沙 早就称佛 当然他就知道 我们众生 求观世音墨沙 有什么心思 来求观世音墨沙 合乎观世音墨沙 救苦救难的这种 大慈大悲的心理啊 就能得到观世音墨沙 一照 这个灾难就能 就能消除掉 他有这个作用啊 甚至于 讲反民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 哪里的众生 他也犯罪 就那些小偷来讲呢 小偷也偷人家东西 他用种种的方法来 怎么都 菩萨都知道啊 犯罪的人 想用种种的方法来 对人家瞒过人家 但是瞒不了菩萨 什么都知道 这是观世音墨沙 广大智慧观 我们这个 了解菩萨有的 广大智慧观呢 我们求菩萨 老老实实的来求 所求的 都是正当的 这个事情 不是说 我求求观世音墨沙 我 这个 签那个什么 哎 签了李河财 我请观世音墨沙 帮忙 公布种彩吧 求不到的啊 这举一个例子而已啊 所以我们要了解 国音墨沙 这样 智慧观 我们 有正大的 所求的事情 游求之音 我们要悲观 即慈观 常月 常瞻仰 悲观 慈观 这两种观呢 这个 观世音墨沙 已经成佛 这年中呢 成佛的这个慈悲啊 与一般人不同 一般人的慈悲 就是 凡不忠神的呀 叫慈悲啊 凡不忠神 发的慈悲 就是 说 他这个心呢 也 很可贵了 不错了 他这个心里 把世间的呀 一群众生 看作是 这个 自己过去的 家人 家里的父母 兄弟 姊妹 外面呢 一切 有缘的 有缘分的众生 他就想着 怎么样呢 给他们这个 苦 拔除掉 再给他这个乐 就拔苦与乐 与乐是给 那些 亲戚朋友 有缘的众生 给他的乐 这是 凡不忠神的 心里所发的慈悲 慈悲心 凡不忠神 这种慈悲 虽然也很可贵了 但是 他是 他也是个 向于有缘的 与他有缘的 这个 西路老人讲 这是 从自己的 爱上面 叫 爱缘自卑 爱护那个 有缘的人 这些是 爱心出发的 菩萨呢 就一般的菩萨来讲 他所谓 法缘自卑 所以这个 菩萨是这个 为了众生 不了解这个 这个法 法 法就前面讲的那个 观点 假法了 他不明了 假法 也不明了 事项 这个法 所以菩萨 要发 慈悲心 叫众生啊 把这个 不明了 法缘的众生 那些苦 把它拔除掉 再 给 那些众生啊 乐趣 乐 这也是 拔苦 娱乐 那么 这种拔苦 娱乐 就是叫 法缘 慈悲 菩萨 这个 法缘 慈悲 固然 比前面 这个 爱缘 慈悲 境界 要高 但是呢 比不上 那个 无缘 慈悲 无缘 慈悲 就是佛的 欠见 观世音 菩萨 就是 无缘 慈悲 无缘 慈悲啊 不管 任何 众生 菩萨 他都是要把他的痛苦 给他的乐 这个痛苦 就实践法来讲 各种灾难 病苦等等 那么 最重要的就是 生死大苦 可以拔出 就是了生死 娱乐呢 就是 与 一切众生的 得到安乐 得到安乐 生死问题 这个大苦 拔出掉了 就 聊了生死了 这就是啊 得到这 大乐了 这种 无缘的 大慈大悲啊 讲到生死 不只是 六道之内的 生死轮回啊 除了六道的话 还有便宜生死啊 观世音乐 都能把苦 娱乐 一直到 度化 到 成佛为止 这是 观世音乐 大慈大悲 说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后面 长远 长展哑 就是 我们 学了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我们就是要 以观世音菩萨 有一些 都是 归宜到 观世音菩萨 这里 这上面啊 我发这个愿呢 归宜观世音菩萨 就是 学观世音菩萨 这种 这个 大慈大悲啊 占仗 占仰 占仰 就是 我说 你怎么 归宜法的 心里 有观世音菩萨 心里 有观世音菩萨 就是念 念 观世音菩萨 自己 实际上 人里 有 我有身世的苦难 除了三체적 还有 别UN生祔的苦難 hallway 咻 求观世音菩萨 來給我,來救我,就去養啊,佔養啊,心裡這個念頭, 歸去到自信這個,自信這個一念清淨的念頭啊, 把國際模特放在自己的念頭裡面,這就是佔養。 這一首吉祂祖師註解說,就是觀世音菩薩所正道的這個境界。 觀世音菩薩是早就成佛,是現在成名再來的菩薩。 所以這三種觀,正觀是不可思議的空觀。 清淨觀是正道不可思議的假觀。 中觀呢,這廣大智慧這個中觀呢,就是不可思議的中道觀。 後面這個悲觀、慈觀,那確實就是,真正就是佛的境界。 把前面三觀,把前面三觀都是不可思議的,到了成佛的佛的境界。 就是要大慈大悲這個觀。 就是觀世音菩薩所正,自己所正的這個五種觀。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為止。 對! 對! 對!